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法国城关教会的家人们 大家主日平安 上周我们共同竞赠了 13位弟兄姐妹受洗归录基督 我们因信在基督里 他们被称为义人了 我们当中所有弟兄姐妹一样 我们也因信 我们得到了神儿女的身份 因信我们不断知取天上的恩典 信心对于基督徒来讲 非常的重要 我们因信入门归入基督里面 但是因信称义只是因信入门 圣经罗马书还要讲到 我们要因信成圣 就是说要借着不断的信靠成长 不断的成长 所以罗马书也说 我们是本于信 以至于信 就是说基督徒的信心 意思就是说是从实至终的 所以基督徒也被称为信徒 信徒根本不是一个低级的称呼 有人认为信徒比较低级 门徒比较高级 其实做信徒这么容易吗 你像约伯 在苦难中 他仍然要信 所以做信徒也不容易的 所以不要认为说 信徒低级 门徒高级 其实他是不同的称呼 好 说到信心 我想每位基督徒都会经历 信心的变化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过 信心起起落落的时候 信心起起落落 也让我们有时候人生的道路 我们也起起落落 所以我们应该 每个人都应该都希望 自己有一个金固的信心 可是很无奈 信心我们总是会起起落落 可以说我们每个人自己 都会认为自己是一个小信的人 当然小信的人也并不为过 因为圣经当中 耶稣的十二个门徒 也常常被耶稣称为小信的人 你们的信心在哪里 所以在福音书当中 也有一些人的信心 被耶稣称赞 那么今天我们就学习一段 与信心有关的经文 我们的题目是 你大有信心 这个妈就随你念了 你怎么念都可以 你念成疑问句还是感叹号 这随你来 你大有信心 妈还是妈还是妈 OK 好 第二位 我们先来读一下 今天的经文在路加福音书第七章 一到十节 请 耶稣对百姓 一起来 一二三 耶稣对百姓 讲完了这一切的话 就进入加百农 有一个百夫掌 所挂贵的仆人 快要死了 大家可以看上面 第三节我们一起来 第三节 百夫掌封闻耶稣的事 就托犹太人的几个长老 去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 好 我们下一页 好 我们四五六七 请这边的弟兄姐妹可以读吗 四五六七 请这边的弟兄姐妹来读 他们一起来 一二三 到了耶稣那里 就切切地求他说 你给他行这事 是他所配得的 因为他爱我们的百姓 给我们敬照会谈 耶稣就和他们同去 离那家不远 百夫掌托几个朋友 去敬耶稣 对他说 主啊 不要劳动 因你到我设相 我不敢担 我也自以为 不配去敬你 只要你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必好了 好 下一页 我前那边的弟兄姐妹来读 第八节 一二三 因为我在人的权下 也有兵在我以下 对这个说去 他就去 对那个说来 他就来 对我的仆人说 你做这事 他就去做 耶稣听尽这话 就吸起他 转身对跟随的众人说 我告诉你们 这么大的信心 就是在以色列中 我也没有遇见过 那拖来的人 回到百夫掌家里 看见仆人 已经好了 好 亲爱的姐妹 今天的经文呢 我们就读到这里 好 亲爱的姐妹 今天这段经文 记载了耶稣称许 一个外邦人的信心 耶稣说 他的信心呢 即使在以色列人当中 也从来没有经过 遇见过有这样信心的 那耶稣这一方 这方话是 极度地表扬了 这个外邦人 百夫掌的信心 那么耶稣表扬 这个百夫掌的信心 我们根据上下文的思想脉络 那耶稣为什么要公开地表扬 他的信心 耶稣的目的是什么 其实我们根据上下文 会知道 耶稣要给那些 对耶稣真正的身份 还此怀疑的人 耶稣要给那些 对耶稣的信息 还没有信心接受的人 还要对耶稣的话语听进 但不去遵行的人 其实耶稣要面对这三种人 耶稣才在众人面前去 表扬这个百夫掌的信心 那么耶稣希望这些人的信心呢 能够改变正确 并且他们的信心可以成长 我们今天读的是第七章 如果后面第八章 我们会学到 耶稣以啥种的比喻 说明人对神的话语 有不同程度的信心 就带来不同的结果 所以信心在路加的作品当中 也就是说路加福音 使徒行传 这两卷书都是路加所写的 在路加福音跟使徒行传当中呢 信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 如果弟兄姐妹记得的话 看看我们教会有剧本 那个网页呢 我们教会 路加福音前面 我们讲过好几次信心的道 有好几次 所以路加福音 关于这个信心呢 其实就是它的主题 所以耶稣称 称许过许多人的信心 比如 把一个摊子 抬到耶稣面前的那几个人 圣经我们学过嘛 耶稣进他们的信心 就医治那个摊子 那么圣经里面 在路加福音也提到 耶稣会对有一个有罪的女人 这个我们后来会 学到那段经文的 还有一个血漏的女人 耶稣都对他们说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耶稣在路加福音 还对有一个 长了大麻疯 十个人当中 有一个回来的人 耶稣也说 你的信救了你 平平安安地回去吧 那么耶稣也责备过 在丰难当中 缺乏信心的门徒 那么耶稣也 为彼得祷告 因为当彼得经历 三次否认 耶稣的失败之后 耶稣说 彼得我为你祷告 叫你失败之后 不至于失去信心 这都在路加福音都会有 那么在使徒行传当中 我们还看到一些人物 比如说第一位 为主殉道的 斯蒂芬圣经说 他大有信心 使徒行传当中 还有保罗的同工巴拿巴 圣经也形容他 大有信心 那么甚至在 使徒行传十六章 第五节说 教会人数 听听加增 是因为 信心越发金固 就说教会的 弟兄姐妹的信心 越来越金固呢 教会的人数 就听听增加 我们从这些来看 可见信心对于每一个信徒来讲 很重要 信心可以叫我们得着救恩 信心也可以叫我们勇敢 信心也可以叫我们的侍奉有果效 信心的成长 也能带来教会的发展 所以耶稣对门徒的期望呢 也是期望门徒 信心不断的增长 所以我们从这里会看到 信心其实是 我们每一位基督徒 一定要每天操令 而学习的功课 所以今天我们就透过这段经文 透过对百夫展信心的表现 请大家也对照自己的信心 让我们来思考 来学习 我大有信心吗 我们先来看第一点 百夫展的信心 哪里值得我们学习呢 第一 信心就是单纯相信神的话 旁边的人讲一下 信心就是单纯相信神的话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读经文的时候 有时候要注意 经文段落的第一节 一段当中的第一节 有时候很重要 那请大家注意 第七章第一节的经文 经文怎么说 耶稣对百姓 讲完了这一切的话 那这一节呢 是讲到第六章 第六章记得吗 我们上次分享过 基督徒的伦理道德生活 耶稣叫我们要爱仇敌 对吧 叫我们不要论断人 就是还有讲过 两种果树 好树结好果子 坏树结坏果子 还讲过两种根基 那都是第六章 耶稣讲完了这一切话呢 下面第七章第一节 说耶稣讲完了这一切话 就进入加百农 那么加百农 是耶稣福音工作的根据地 是耶稣福音工作的主要城市 耶稣大概应该是 三十岁就开始不到工作 他就将自己 从家乡拿撒勒 就帮到了加百农 加百农跟拿撒勒不远 但是耶稣的拿撒勒 还是一个小村庄 但是加百农是一个商业城市 耶稣就为了福音工作 就搬到加百农 所以加百农这个地方 就成为耶稣工作的城市 因此加百农就发生过 很多耶稣的神迹 这个城市的人对比拿撒勒人 加百农这个城市的人 对耶稣更有信心 耶稣是结束了 他的平原的讲论 结束了关于天国伦理 道德生活的教导 在这之后 耶稣才进入加百农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 第一节说 耶稣说完了这一切话 耶稣进入加百农 那请大家读的时候 我们想 作者写的时候 从他写作的作者的思想 来推理的话 那接下来作者要记载的事件 是不是跟神的话有关系 那一定嘛 对不对 是不是跟相信有关系 那是一定嘛 所以接下来 信心就成为路加福音 第七章跟第八章的主题 所以你看第七章第八章 你要用信心这个主题思想 去读那两章经文 所以这样一位非常有信心的百夫长 就进入了路加的叙事当中 圣经说百夫长 有一个宝贵的仆人 生病快要死了 那圣经说 生病快要死了 是什么意思 就是相信病情已经很严重 快要死了 这个快要死的意思说 以医生的能力 肯定没办法救他了 一定是这样 那么这个时候呢 这位百夫长 他就托犹太人当中的几个长老 去请耶稣 那在这里我们想了 这个百夫长为什么 他会想到去请耶稣呢 这个百夫长认识耶稣吗 他跟耶稣是朋友吗 他为什么在这里说 他还要托犹太人当中的几个长老去 为什么耶稣 这个百夫长 为什么不自己去 首先我们从经文中 我们会发现 这位百夫长 第一 他不认识耶稣 第二 这个百夫长 很显然 这个名称是 罗马的军官 叫百夫长 那么罗马的军官 百夫长 就是一个外邦人 所以当时外邦人跟犹太人呢 他们因为宗教信仰的原因 这个犹太人跟外邦人 他们其实是有分别的 意思说他们平时是有距离的 你是犹太人 我是外邦人 是有距离的 所以可能这样的原因呢 这个百夫长作为外邦人呢 去请耶稣呢 不太好意思 或者说也不认识耶稣嘛 他就托 托人 就托了犹太人当中的 几位长老去请耶稣 那这样子也是 我们的生活中的经验嘛 总会请一些 身奉尊贵的犹太人 去请犹太人耶稣 这样应该说得过去 对吧 那么百夫长既然不认识耶稣 我们在想 他连耶稣都不认识 为什么会在仆人病危的时候 请耶稣来救他的仆人呢 那圣经怎么说 圣经说 百夫长是封闻耶稣的事 中文说封闻 他意思就是说 他听进耶稣的事 他只听过 也不是直接听耶稣说过 没有 听别人说过耶稣的事 只是听过 意思说 他只是听过耶稣的一些神迹 但耶稣的命从来没尽过 他连耶稣都没有进过 只是听过 那这样的一个人 他怎么会在仆人病危的时候 请耶稣来救他的仆人呢 我们有时候觉得 这不太合理吧 但这个不太合理 也恰恰是 百夫长信心可贵的地方 他可贵在哪里 他听进耶稣的事 就对耶稣产生信心 他因听进就可以 对耶稣有信心 所以百夫长在仆人 聘危的时候 请耶稣来呢 有人说 百夫长最后请耶稣 是不是说 死马当活马医 最后没有办法来试试看 或许耶稣真的能把他治好呢 他是不是这个心态呢 百夫长 其实我们从经文来看 来分析 他其实不是这样的 百夫长是相信 耶稣能够救他的仆人 因为经文很清楚地说 求耶稣来救他的仆人 圣经还说 这位仆人是对百夫来讲 百夫长来说很重要 圣经说是他宝贵的仆人 宝贝的仆人 这个宝贝不当是说 这个百夫长爱这个仆人 可能也可以方亦成 对他来讲很重要 可能这个仆人可能是个管家 可能管理家业 管理生意 很聪明 很有能力 他管理了百夫长很多的家业 你看这样一个仆人 百夫长是非常医众这个仆人的 如果他死了走了 可能这些生意啊 这些家业啊 就没有人打理了 所以他一定是希望的 这个仆人一定要病得医治 他很希望这个仆人病得医治的 那么百夫长信心可贵的地方 就是他听见耶稣的事就相信 他就请耶稣来救他的仆人 有时候我们觉得 这个好像不可以理喻吧 听说 然后你就把这个一个人的生死 就托付给这件事情 太不合理了 但是这个不合理 却得到耶稣的称许 耶稣说这样大的信心 在以色列人当中都没有尽过 所以他的信心 我们只能从这里我们看 百夫长的信心是非常单纯 他单纯到什么地步呢 他说耶稣啊 你只要说一句话 我的仆人就必好了 请问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吗 有时候 我们要清零信长 对不对 当然我的意思说 以后你叫我到你家里 打个没问题 我不是这个意思 但是我们有时候还是 不能信心像百夫长这样 对吧 但百夫长说一句话就可以 我的仆人就好 所以百夫长就是这样 单纯相信耶稣的话 抓住耶稣的话 那么我们看百夫长的这句话 我们再来看上文 路加福音第六章47节 耶稣说 到我这里来 听尽我的话 就去行的 就像一个人 把繁子的根基 尽力在旁石上 发大水的时候 谁要冲那个繁子 不是繁子 总不倒 他圣经不是这样写 繁子连摇动都不会 总不摇动 所以上文说 听尽耶稣的话 不去醒呢 这个人呢 就把房子 直接盖在土地上 结果水一冲 房子就倒塌了 所以真实的信心 有功效的信心 就是听尽耶稣的话 并且马上去行动 这就是信心 信心就是听尽耶稣的话 就去行动 不要想太多 不要顾情顾厚 不要理性再去分析 你越分析 你越想 其实是越来越怀疑 倒不如你就单纯的 耶稣我就相信 我觉得这样反而更好 所以依照耶稣的话 就去行动的人 就是有信心的 所以信心是什么 听尽 相信 行动 就这样三步 好 我们竖起手指头 我们来说一下 信心就是什么 听尽 相信 行动 好 可以了 把手放下 不需要第四步 再加一步就是怀疑了 就怀疑了 所以耶稣的话就是这样 弟兄姐妹我们看 就约亚伯拉罕 被称为信心之父 神父召亚伯拉罕的时候 对亚伯拉罕说 亚伯拉罕啊 你要离开本地 本族 本家 往我只是你的地方去 弟兄姐妹 当时亚伯拉罕住在哪里 加勒底的乌尔 那今天来讲 他住哪里知道吗 住美国的纽约 或者住法国 巴黎 海底是富人区 不是穷人区啊 他当时是世界最富有 经济 政治最强的城市 乌尔 亚伯拉罕是住那个地方的 但是后来神不是叫他 去到巴勒 去到以色列地 就是去掉迦南地吗 当时的迦南地什么 是布毛之地 是一个荒蛮之地 不可能跟无而比的 就是意思说 今天神叫你离开巴黎 去非洲 部落里面 你去不去 意思是这个 那神叫亚伯拉罕去 但是一开始神 神究竟去哪里神还不跟他讲 可能讲了他就不去了 对吧 一讲叫你去非洲 哪个部落 你肯定不去 对吧 所以 神说告诉他 还没有告诉他到哪里去 神叫他走 亚伯拉罕就信神的话 圣经说 他就离开 他就离开本地 本族 本家 这什么意思 零根拔起 圣经说 亚伯拉罕走的时候 还带上了所有的财产 这个表示 没有后路了 有意思说 如果神叫你离开巴黎 店也卖掉 房子也卖掉 统统卖掉 然后 去 就这样 但是亚伯拉罕信神的话 他就马上行动 所以他离开的时候 他也不知道去哪里 只知道神说 往我指示你的地方去 所以亚伯拉罕走的时候 对于将来 他看不近 他不知道 然后呢 没有回头路 怎么办 亚伯拉罕还是走 相信神 所以亚伯拉罕就这样 因信 就得了神丰富的祝福和应许 所以亚伯拉罕就成为 多国的父 就像今天中东这些 都是亚伯拉罕的后代 他成为多国之父 他不但是多国之父 神借着亚伯拉罕 还成为世界的祝福 今天我们信耶稣 跟亚伯拉罕都有关系 是神跟亚伯拉罕立约 才把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 你看亚伯拉罕得了神 这么多的祝福 怎么得呢 很简单 信神的话 就得这么多祝福 所以弟兄姐妹 对于神的话 不要怀疑 也不要当心 也不需要 用人的理性去求证 神以祂的话 创造妄有 妄有都是以祂的话 才存在的 那请你就相信神的话吧 神的话是创造妄有啊 你就相信吧 圣经很多经文 我们看圣经很多都是叙事文 叙事文意思说 圣经读过来有很多都是故事 对不对 很多都是故事啊 那圣经记载为什么要写故事呢 其实意思就是说 他要把耶稣做的事写下来 你看福音书 也是很多耶稣的神迹 那圣经为什么要写故事 这样的方式 写呢 他这样写作的目的呢 就是说 当我们去读这些故事的时候 那个人物 他当时碰到什么困难 他碰到这个事情 他心里是怎么挣扎的 或者说他碰到这个事情 他有这么大的困难 他是怎么信耶稣的 就是说我们去读的时候 其实他为了就让我们带进去 就是说你的感情 你会把自己的人生 故事会跟那个带进去 这样带进去的目的是什么 就是为了让你相信 希望你也信他的话 所以这就是圣经啊 为什么用写故事的方式来写 就是你读的时候 要把自己的情感 自己的境遇读进去 就像你看电视连续剧嘛 对吧 看爱情 这个盈情剧就哭嘛 对吧 很多姐妹是哭的嘛 对吧 然后呢 或者说弟兄看那个 竞叠 对吧 这个里面怎么猜忌 所以你要看连续剧 要看得很有意思 你要把自己放进去 对不对 你觉得想象 我就是那个很帅的男主角 或者说就是很帅的那个女主角 你把自己带进去 看电视连续剧才有意思的 意思就是说圣经为什么写故事 就是你要 作者的意思说 你要把自己堵进去 然后你也要 随着故事的发展 你也要相信 哇 神啊 你在他身上这样做 你在我身上也可以成就 这就是你要读圣经 读到读出来的信心 所以耶稣让圣经中的人得医治 弟兄姐妹 我们读这些圣经故事 耶稣为什么 圣经圣灵 为什么把这些医治的故事写下来 他只有一个目的 耶稣是 让你也照样得医治 所以圣经是为你写的 旁边的人讲一下 圣经是为你写的 好 这是我们看第一 信心就是单纯相信神的话 下面我们看第二 信心必有清悲悔改的态度 我们一起把题目读一下 一二三 信心必有清悲悔改的态度 好 亲爱的弟兄姐妹 百夫长的信心 为什么被耶稣所称许 经文中描述的 百夫长有清悲悔改的心 好 那么我们为什么 我会说 百夫长有清悲悔改的心呢 我们弟兄姐妹 我们先来看 我先说一下 当时社会地位的背景 在当时犹太人 是被罗马帝国统治的 是属于罗马帝国当中的 二等公民 同属于人讲的 就说 犹太人是 犹太帝是殖民地 是罗马帝国的殖民地 那犹太人就是二等公民了 对不对 那罗马帝国就派驻这些军队 治理和管控犹太人 还有这些加利利 犹太这些地区 那这样的话 你看 罗马的军官 为当地的官长 像百夫长 就是当地的官长 那你说这样的一个 罗马的军官 肯定会有一种高不高在上 对不对 他肯定会看不起 这些殖民地的犹太人 对不对 一定是看不起他们的 犹太人会不会喜欢 这样的官长 嘴巴上没有办法听他的 但是心里面一定是恨这些人的 你们这些人 霸占我们的土地 这样欺压我们 对不对 也是不喜欢的 但是你今天注意这段经文 今天圣经中写的这位百夫长 是深得犹太人的喜欢 犹太人说 他爱犹太百姓 那可见这个官长 一定是很尊重犹太人 这个官长一定有清卑的 这个官长不清卑 怎么会爱他的百姓呢 对不对 他如果骄傲 高高在上 只有欺压他们 那还有你看 百夫长请犹太长老去求耶稣 他为什么请犹太人 还有尊贵的长老去请耶稣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人亲卑不亲卑 他意思说 我去请耶稣不够资格 我要请身份尊贵的长老去 还要请好几个去请耶稣 所以他把耶稣看得很高 对不对 他把自己看得很低 所以这个也可以看得出 他是很清卑的 然后他说呢 他去请耶稣 没有资格 然后他说 如果劳动 让耶稣这么辛苦 来到我家里 也是不配的 对 弟兄姐妹 你刚才读这个故事的时候 有没有发现 那些长老去请耶稣 耶稣说 这样子 耶稣说我要到他家里去医治 在路上走的时候 快要到他的家 结果百夫长 又派了几个朋友来说 耶稣啊 你不要到他家了 百夫长说了 你到他家 让你这么辛苦走过来 他说不配 不配啊 他觉得 请耶稣到他家 也是不配的 让耶稣这么 劳动辛苦 不好 还有 他也说 自认为自己 来敬耶稣 也是不配的 所以这样 我们逐进这位 犹太观瞻的亲碑 他非常尊重犹太人 以及犹太人的信仰 也可以说 他们很尊重 犹太人的神 还有呢 他还为犹太人 做了什么事情 敬照会谈 对吧 敬照会谈啊 就是为了敬拜 耶和华的嘛 所以这个犹太人 这个百夫长 你可见 他对神 也是很敬畏的 所以我们从 这些经文的资料 我们可以判断 这位百夫长 进入犹太教 他一定是一位 进入犹太教的 外班人 他一定是一位 存敬畏之心的人 经文说 百夫长一再地说 耶稣到他家里不配 他去敬耶稣不配 还有一个 我们怎么来理解 他说他去敬耶稣 也不配呢 不但这个百夫长 亲碑 亲碑同时也光复 这个百夫长 会认为自己 是一个罪人 不配去敬耶稣 他觉得 耶稣来不配 敬耶稣也不配 其实他也觉得 自己是个罪人 我们怎么可以 这样理解这里的经文呢 我们看看前面 路加福音 我们曾经讲过 彼得下碗打鱼的神迹 对不对 那个神迹说 彼得一看见 一碗打了那么多的鱼 当场彼得 不是很高兴 说赶紧把这个鱼 封类去卖 彼得是跪下来 第一件事 彼得就跪在耶稣面前 然后彼得就说 主啊 离开我 我是个罪人 所以我们从这些经文 会看 当一个人认为 自己是罪人的时候 他会认为 神啊 你要离开我 所以百夫长说 自己敬耶稣 是如此的不配 说明他心里 自认自己是一个罪人 他认为自己是个罪人 所以百夫长的信心 之所以被耶稣称许 因为他有一颗清卑悔改的心 所以耶稣在这里 特别称许了他的信心 耶稣其实是有一个目的的 耶稣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们读经文的时候 大家注意是 耶稣转过来 对跟随的那些犹太人讲的 所以耶稣讲这个 是有一个目的 是要将他的信心 对照当时的犹太百姓 我们看一下 路加福音第七章 如果后面的经文 耶稣就指出 当时的百姓 对约翰的信心 信息啊 就是施洗约翰的信心 根本无心关注 约翰是传讲悔改的信息 其实当时的百姓 根本不在意 耶稣说 你们出道旷野 你们去到旷野 听约翰讲道 你们真的是听约翰讲道吗 你们是去那里看 风吹动的芦苇 你们是去看 穿细软衣服的人 穿细软衣服是什么意思 穿细软衣服不是夏天的意思 就是说细软的衣服 那个时代是很贵的衣服 麻布做的衣服是很硬的 那些是穷人穿的 细软衣服是很贵的 那现在来讲 你们去看 就是去看Elevé的包 还有那些 你就是去看那些明星 意思就是说 你们是去看这个 你们根本不是听约翰 讲悔改的信息 然后耶稣又举比喻 就是第七章那里 耶稣又比喻说 他们听见约翰悔改的信息 他们应该要悲哀的 就像街上颂战的队伍 街上颂战的队伍说 你们也应该要悲哀 这个我们要说一下 就是按照当时犹太人的习俗 如果他们今天街上 有颂战的队伍经过的时候 街上的人要与死者一同悲哀 这里如果在送病的话 如果你在路上遇进颂病的队伍 你也要跟他一同悲哀 你不能在那里 好像跟我没关系 好像还很快乐 那都不可以这样 所以意思说 你要加入颂病的队伍 你要跟他一起悲哀 所以耶稣后面就举例子 就说你们遇进颂战的队伍 你们也不悲哀 耶稣一次说 对于约翰的信息 悔改的信息 你们无动于衷 那时耶稣又举了一个 慌热的队伍 有人向你们吹笛 有人向你们跳舞 你们也不高兴 也不快乐 这个在比喻比喻什么 比喻耶稣 耶稣他来了呢 他是寻找罪人 他赦命罪人 耶稣还和罪人一同快乐 慌热的吃饭 但是耶稣带来赦罪恩典的信息 本应该呢 大家得到这个救恩的信息 应该一起慌热的 但是他们也是一样的 无动于衷 所以宣告审判的信息 该悔改 他们没有悔改 传讲赦罪的救恩 他们应该要慌热 但是他们也没有慌热 所以犹太百姓 对于神国的信息 是无动于衷的 所以弟兄姐妹 讲道是什么 曾经有人总结讲道 要做达到两种效果 是什么 让伤心的人得到安慰 他讲道 第二种效果 让安逸的人 心中感到不安 所以你如果来聚会 很安逸的坐在那里 上会希望你心中不安 因为我一直在做个这件事 一直要让你不安 如果你很伤心的来 我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让神的话安慰你 让你得到安慰 这是剪刀啊 所以百夫长的信心 还可以对照 那个平行的段落 我们再对照 路加福音第四章二十七节 耶稣在自己的家乡 被人拒绝 为了指出他们心中 肝硬不悔改 耶稣当时举了一个例子 举了一个什么 旧约新知 以利沙时代 耶稣说那时候 以色列中 有很多长大麻烦的 一个也没有得接近 当时你们有 你们这些以色列人的敌国 你们的敌国的将军 奶孟将军却得了医治 其实耶稣在这里讲这句话 意思就是说 你们跟你们的祖宗一样 没有一个愿意悔改清卑的 反而你们的敌人 你们的仇敌 反而得到结合华的恩典 其实这是一个很羞辱的说法 奶孟将军的医治 也是很戏剧性的 他的医治的过程 其实就是一个 清卑悔改的过程 当时我们看到 旧约当时奶孟将军 他是一个得胜国的元帅 就是说当时 亚兰国打败以色列 打败他的元帅 就是奶孟 奶孟将军 后来得了麻风病治不好 没有办法 后来他听说 家中从以色列 掳掳掳掳过来的 一个小小小的丫鬟 那个小使女说 为什么不去我们以色列国呢 我们以色列国有薪资 可以医治将军的麻风 结果这个奶孟将军 也没有办法 最后奏告亚拉王 亚拉王写下国书 就乃曼将军带到以色列去 去以色列求医治 以色列王 接到一份这样的国书 可就吓坏了 这哪里是来求医治啊 是不是给我出难题啊 字不好就要发动战争 国王吓坏了 当时的薪资呢 是伊丽莎 伊丽莎知道了呢 伊丽莎叫国王不要害怕 叫乃曼将军到我这里来 然后乃曼将军呢 就到伊丽莎那里去 乃曼将军就带着车马 意思说带着他的 他肯定有随身附卫军队的嘛 对吧 他带着车马就到了伊丽莎的家门口 后来的事情 伊丽莎呢 这个先知伊丽莎自己不出来 他就拆一个仆人出去 这个仆人就告诉乃曼将军 请你去约荡河 洗澡洗七次 洗完之后麻烦面就好了 乃曼将军一听 这个生气了 为什么生气呢 圣经说乃曼将军心里是这么想的 我一去 心之伊丽莎 登登登登登就跑出来 对不对 然后说哎呀 很恭敬迎接我 肯定说为我祷告 对吧 可能为我按手啊 还给我膏油啊 对啊 肯定是这样子吧 应该带我尽心尽力的 要为我祷告为我医治的吧 哪里搞一个仆人出来 自己还不出来 结果出来呢 不是为我祷告 也不给我膏油 结果呢 叫我去约荡河里洗澡洗七次 这不就是羞辱我吗 我脱光衣服 洗一次再上来 然后再脱光了再下去 洗七次没有好 我不就是成了天下的笑话了吗 对不对 他是一国大将军啊 他是战胜国的元帅啊 他是头号人物啊 你意思就是说 假如有一个国家的元首来啊 法国总统说 你去塞纳河洗澡吧 洗七次 你说这不是羞辱吗 对吧 一说你叫我脱光光 还去约荡河洗七次 这不是羞辱我吗 所以乃曼将军一生气就走 这个时候他的仆人就劝他 仆人说 他说将军啊 如果这个新知叫你做一件大事情 请问将军做不做 做一件大事 然后医治你的麻烦 做不做 那将军说肯定嘛 他叫我做什么我都去做 只要我的病他医治了 我就去做 那仆人说 你看 新知只是叫你到 约荡河里洗澡嘛 你看这只是一件小事情 你都不做啊 乃曼将军呢 后来就听了去啊 乃曼将军就去洗 就约荡河洗澡 真的洗七次 洗完之后 圣经说 他的肉啊 就跟小孩子的肉一样 他整个人的麻烦全好了 那好了 后来乃曼将军 还在伊丽莎新知面前说 他说我以前啊 将寄物信给其他的神明 我错了 从此以后 我只把寄物信给耶和华 可不可以以色列的泥土 给我带些回去 我用以色列的泥土做一个糖 只信寄给耶和华 所以你看 我们这里看到 乃曼将军心是骄傲 后来他是清悲 最后他是悔改 他承认耶和华是神 乃曼将军从骄傲 到清悲到悔改 所以他是这样一个悔改 他就得到神的医治 所以耶稣用乃曼将军 来指责当时 拿撒勒的这些百姓 其实他们心中骄傲 好 这时候我们看第二 好 我们下面看第三 信心等于顺从耶稣的权柄 先留下来 百夫长的信心 被耶稣称许 最重要的一节经文 在第八节 他说因为我在人的权下 也有兵在我以下 对这个说去 他就去 对那个说来 他就来 对我的仆人说 你做这事 他就做这事 你看这节经文 圣经去 他就去 叫他来 他就来 做这事 他就做这事 讲了三次 说明这节经文非常重要 那么耶稣听见 这个话就对众人说 他说这么大的信心 就是以色列中 我也没有遇见过 百夫长相信耶稣的话 是因为他对耶稣的权柄 有主告的认识 百夫长认识 是耶稣是弥赛亚 是神国度的君王 他不但是以色列的王 他也是天下的王 不但是地上的王 他更是天上的王 所以他作为一个百夫长 他对了解权柄 因为他是军队里面 当兵的军队里面做官的 他一定要听从善命的 无论什么命令 只有听从 不问原因 不要问为什么 叫你去就去 对不对 下面的兵呢 他也说去就得去啊 对吧 所以这个军队的训练就是这个 因为打仗的时候 如果冲啊 你不能说 哎呀敌人的炮火太厉害 应该躲一躲 为什么冲 不可以 冲就得冲 没有理由的 所以百夫长 最许 透过他的军队里面的一个工作 他完全了解什么是权柄 但是他把这个权柄 放到耶稣的身上 因为他认为耶稣就是天下的王 不但是天下的王 其实耶稣也是天上的王 所以百夫长相信 耶稣的能力 是在任何一个地方 在任何一个领域 没有哪个地方 不在耶稣的主权之下 因为对耶稣全民之间的认识 就成为这个百夫长信心的基础 对吧 你看我们刚才不是说吗 这个百夫长 连耶稣进都没进过 他怎么就相信 耶稣 你都不用来 说一句话 我仆人就好了 所以他就是相信 耶稣的权柄 他对这个耶稣的权柄 有足够的认识 所以信心大不大 信心坚定不坚定 与你对主的认识 是有关系的 你认识的神有多大 是有关系的 所以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我们认识神 好像门缝里看神 神只有那么大 对吧 我们的眼睛 耶稣就这么大 我们把神想得太小了 所以你的信心才小 所以百夫长的信心 马上就对照了百姓们的信心 和当时施洗约翰的信心 所以我们看百夫长的信心 我们要透过上下文来看 其实耶稣有目的的 我们看看 在我们今天的第七章的十八节下文说 约翰打发他的门徒 到耶稣那里去说 将要来的是你呢 还是我们等候别人 这个时候的约翰呢 他非常的勇敢 指责那个犀利王的罪 结果就把犀利王 把他光在牢里面了 那么约翰光在牢里面 他以为耶稣呢 是君王应该会带领他 把犀利王打掉 然后把我从牢房里救出来 然后分我为大将军 对不对 但是他坐牢坐了这么久 耶稣没动静 耶稣好像没有耶 耶稣就是天天 这里上上那里胡兵 天天跟穷人待在一起 就是一一病 所以他就产生疑问了 这个是弥赛亚吗 这个是将来天国 这是将要来的天国的君王吗 可见当时的约翰 还有当时的百姓 他们对耶稣有了错误的期待 错误的期待 就带来信心的怀疑 甚至动摇 错误的期待 会带来信心的怀疑 甚至动摇 所以他们对耶稣的期待 耶稣应该带来政治行动 审判当时的犀利王 还有推翻罗马帝国的统治 带来以色列民主的自由跟独立 虽然他们只知道 政治身份的弥赛亚 认为耶稣会马上审判这个世界 会让以色列得到复兴 所以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认为耶稣就会来审判 马上以色列就复兴了 但是耶稣这次来 是带来神的拯救 耶稣这次来 被称为恩典时代 所以更重要的 复兴以色列 不是外面政治的复兴 而是人心的改变 新人的塑造 才是尽力和神心意的国度 弟兄姐妹 假如我们没有悔改 没有借着圣灵的新生命 即使耶稣做了法国总统 法国也不会变好 因为人还是坏的 所以对于耶稣赎罪 拯救他的百姓 是当时犹太人不明白的地方 他们也不认识 耶稣救赎主这样的位分 还有第二 他们误解神的国度 以为在政治上独立 意思说神的国度 要在政治上独立 神的国度 要取得领土的领域 要有土地 天国怎么 第一 我们的天国好像没有土地 天国好像也没有政治权利 那天国在哪里 弟兄姐妹 这是我们对神国度理解的错 理解的重点不对 土地对于耶稣来讲 不是国度的重点 因为耶稣来 因为耶稣本来 就是创造妄有的主 我们的神就是充满妄有 无所不在 请问土地对于他来讲 有什么意义 神都是充满妄有了 神都无所不在 那为什么说 天国一定说 这块土地是天国的 那边还不是天国的 土地对于耶稣来讲 有什么意义 对于天国来讲 有什么意义 土地是没有意义的 所以天国的重点 不在土地 也不在政治上的独立 神国的重点 是在于 神在人的心中的主权 这才是天国的重点 神的国度的重点是 神在你的心中 有没有权利 意思就是说 神在你心中说话 算术不算术 算术不算术 问一下旁边的 神在你心中说话 算术不算术 答案是什么 算术啊 OK 神在你心中说话 算术是吧 那你要听神的 神叫你干嘛就干嘛 那说话算术了 你看天国的重点是这里 国度的重点是这里 神在你的心中 要有主权 不是土地 所以我们看 亚当跟夏娃 吃分别上来树的果子 他无非就是 不想让神做他的主 让自己做自己的主 就是这意思 人成为罪人 就是说 我这个人不被神管 这就是这个动机嘛 你看神充满忘友 一切都是神所造的 结果人还说 我这个人 神你管不了 所以有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看 我们父母养育孩子 有时候我们的孩子 也是这样长大了 也有一点点叛逆心理 我的事你管不了 对吧 这个青少年反叛期 就是这样 爸妈说什么 他就是跟你反对 他说我的事你管不了 人就是这样 我的事神你管不了 那天国的实性 天国尽的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的内心 重新被神管 神说了算 这就是天国 这就是天国尽了 所以信心就是 顺服神的主权 把自己完全交托给主 把人生主权交给主 完全交给主 但是有时候我们说 哎呀 完全交给主 反而会让我们很害怕 我们在信心上 总是说 神啊 有一部分给你管 另外一部分 还是我自己管 对吧 或者有时候 我们口头上说 主啊 这个事情啊 交给你了 你做主啊 帮我解决啊 但是一会儿 祷告一结束 我们又在想 哎呀 这个事情该怎么办好呢 这个 我们又天天在想 对吧 然后我们祷告说 神啊 交给你 相信你 你管你到底 你管是最好的 完全听你的 然后祷告结束了 哎呀 这个神不知道 有没有听见 这个神是不是会答应 我的祷告 还是不答应呢 哎呀 所以我们常常这样 所以因为这样 我们心中 反而没有平安 不能把主权交给主 因为我们对神的认识 不能也只是在 不能只在知识上 而是要经应到 神的带领和恩典 所以我们的信心的成长 是在实际生活当中 你需要经历神 所以我会常常 弟兄姐妹要讲你自己的故事 在小组里分享你的故事 你经应到神很重要 这样你的信心就会成长 对吧 我看这次的受洗 也有很多弟兄姐妹 在受洗那一天 经应到 或者有圣灵的工作 或者说内心的感动 其实都是圣灵的工作 其实这都是 你在实际当中 经应到神 弟兄姐妹 我们的神是良善的 良善的意思说 神总是好的 祂不会做坏的事 这件事情一定要知道 还有呢 神是慈爱的 祂是爱的 所以你在神面前 一定要装可怜 好不好 你要可怜 你可怜 哎呀 神的心就软了 还有神的旨意 一定是美好的 神会有不美好的旨意吗 你认为 如果神有不美好的旨意 错 这样的神是不符合 圣经启示的神 神的旨意是美好的 还有 圣经说 神的旨意 神的意念 高过我们的意念 所以你想 事情是这样 你想不如神想 神有祂的看见 你只是你的看见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还有一点 我们从圣经也看 将来总是美好的 因为整本圣经到启示录 最后神是得胜的 将来是美好的 所以这些都会成为 我们信心的一个认知和基础 所以百夫长的仆人 相信耶稣一句话 他就回家 回到家 仆人的病就好了 弟兄姐妹 你想象一下 你就是那个人 跑过去 耶稣啊 我家主人说了 你这个不用到他家 你一句话 我家仆人就好了 耶稣啊 你说吧 对吧 你如果是那个仆人 你真的这样做吗 你真的愿意相信吗 好 下面我们 最后我们看看 第四 信心表现出敬畏神的生活 亲爱的弟兄姐妹 这段短短的经文 突出了百夫长 像耶稣话语的信心的同时 这段经文 你读过来的时候 有没有觉得 这个百夫长 是个好人啊 百夫长有好的品格 你看短短的经文 我们就知道 他是一个好的官长 第一 他很在意自己的仆人 你看他的仆人生病 他这么在意 还请了那些脱关系 叫几个长老去请耶稣 他这么在意自己的仆人 第二 他爱百姓的 他是一个爱百姓的官长 他爱犹太人 第三 他为犹太人敬照会谈 所以他是一个敬畏神的人 第四 他非常的谦卑 作为罗马的军官 是非常难得的 作为军人 是很难得的谦卑啊 真的 所以这些品格 是十分的美好 他的品格 其实也对应了 上文第六章 第六章 耶稣说 关于神子民 伦理道德的教导 爱仇敌 你看 百夫长有没有 爱他的敌人 犹太人 爱他的百姓 他有没有 他有没有 爱卑微的仆人 他有 对不对 所以他是一个 爱仇敌 他的生命的品格 有这样 谈到这个时候 我们再来看看 路加在另一部作品 《使徒行传》当中 第十章 也记载了一个百夫长 那个百夫长 叫戈尼流 戈尼流在祷告中 您受神的命令 要他拆请人 去请彼得来讲道 这是基督教历史上 彼得第一次 向外邦人讲道 所以经文 在那里 也非常强调了 戈尼流的品格 圣经说 他是一个情成人 他敬畏神 多多周记穷人 常常祷告神 是这样的一个人 所以作者这里 也将戈尼流 跟对神的经文 和对人的爱心 在他的经文中 把它平行起来 可见作者路加 是有意将生命的果子 和信心光临起来 我觉得这就是 路加的神学思想 路加的神学思想 要告诉我们说 信心要跟生活的果子 是相关的 有信心要结出 信心的果子来 真正的信心 必结信心的果子 真正的信心 他的伦理道德生活 会像耶稣说的那样 真正的信心 一定是有一个悔改的果子 也是圣灵的果子 所以我们要查 我们如何看一个基督徒 似乎是一个真基督徒 似乎是一个真有信心的人 我们需要透过他生活的果子 看他是不是有真实的信心 对吧 我们看教会有一些人 好像看起来很有信心 他的祷告好像很秦成 看起来他的祷告词也听得出来 好像大有信心 但是生活中却没有竞争 其实这样的人要知道 他不一定有那么大的信心 他的信心被他的祷告 夸得太大了 所以路加在这里 就把真实的信心 跟生活的果子就连接起来 一个真有信心的人 慢慢慢慢的 他会结出生活的果子 这也是上文耶稣的教导 好树结好果子 坏树结坏果子 有信心一定是好的 好的一定结好果子 你不能说这个人大有信心 但是生活却很差 做人却很差 怎么可能是大有信心的人 怎么是信靠神 敬畏神的人呢 对不对 所以信心一定解出生活的果子 对旁边人讲一下 信心一定解出生活的果子 好弟兄姐妹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 信心对于基督徒来讲很重要 信心能表现基督徒生命的情况 信心的成长 能带来生命的成长 所以我们常常讲基督徒 生命要成长 灵命要成长 那怎么成长 什么是基督徒生命成长 灵命成长 其实信心成长 就是生命成长 就是灵命成长 所以信心也带来生活的果子 好 下面我们进到今天的结语 亲爱的弟兄姐妹 信心不是灵当妙药 也不是阿拉丁神灯 这个戳一戳 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 不是说信心大 想有什么就有什么 你得不到信心太小了 其实不是这样理解的 信心不是灵当妙药 信心也不是阿拉丁神灯 想要什么 只有相信 愿望就能死心 在信心的功课上 绝对不可以错误 把信仰的功成 尽力在沙图上 其实我们需要 把信仰的根基尽力在磐石上 就是耶稣的真理之上 所以是尽力在 对耶稣正确的认识上 对基督主权的顺服 是尽为神悔改过新的生活 是对神话语 当纯的相信 当纯的相信是什么 照着神的话去行 就结出生活的果子来 好 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 就我们把这四点读一下 信心一起来 第一 信心就是 第二 第三 第四 所以我把这个影色 稍微弄一下 其实信心就是相信 信心就是悔改 信心就是顺从 信心就是生活 在生活中实际地表达出信心 有意思是 也在生活中实际上 是 有意思是 感谢观看